好了,回到後,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現在又講一宗突發的消息 就是英國前首相Boris Johnson 約翰遜 他自己辭職了 他沒有做首相一段時間,他這次辭職是連議員都不做 為什麼連議員都不做呢? 因為國會有一個委員會 委員會去調查 他在新官封城的時候開派對 其實這個Party Gate 他們叫做派對門 他們的報告還沒有公開 但是約翰遜就說 他的報告裡面有很多事情是不準確的 還有很多事情是對他有偏見 還有他在下議院搞這個調查的時候 他是很不公正的 還有約翰遜他為什麼反對這個報告呢? 因為他沒有正式的途徑去挑戰報告寫什麼 他不再做國會議員 他不再做國會議員 在他的選區 就會有一次的補選 有一次的補選 其實英國的警察 就是倫敦的警察 就罰了約翰遜和新偉成 這兩個人其實都有去開派對的 就是他在新官封城的時候 他就在唐寧街開派對 那約翰遜就是要罰錢的 這個新偉成也是要罰錢的 那約翰遜那時候就有一個創舉 這個創舉呢 就是說他是第一個 就是握著FIT的英國首相 就是被確認犯了法 其實是第一個 那 那 今年的三月 其實這個約翰遜就和委員會說了 就說 我承認我是有誤導國會的 不過呢 我誤導國會不是刻意 不是故意去做的 我是無心之失來的 是他真的這麼說的 還有就是 呃 這個 約翰遜他現在這樣辭職 他自己就 基本上就是自己決定自己的前路 他命運在他手的 為什麼呢 就是 如果那份報告叫他一定要離職的話 因為那份報告還未公開 就是那份 派對門的報告呢 如果他 譬如 國會討論 跟著就說 這個 約翰遜 就一定要離開這個國會 那他其實就 被人解僱 其實就 其實他現在這樣 自己說不做 其實就好很多 為什麼不做很多呢 他可能 就是 下一屆大選去選 他都選不了 其實 還有他現在是自己說走 這樣走 他當然是有點尊嚴 如果他被人踢走的話 就沒有尊嚴 其實就 還有 現在還有一班 就是約翰遜的支持者 約翰遜的支持者 有很多都是 支持脫勾的 他們就說 這個約翰遜在任內 都做了很多好事 不過呢 他是被人出賣 搞到他沒得混 那出賣他的人 搞到約翰遜沒得混 的人呢 就是新偉成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現在 因為他 有些死忠 你搞脫勾 他當然有些死忠 那些死忠 就說 今次 今次大選 保守黨也是輸牙的了 唯一拯救保守黨的方法 就是 炒了新偉成 給了約翰遜 抓勾 那 這些是他的支持者說的 實際上 他的支持者 沒有看數據的 現在約翰遜的支持度很低 其實就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有民意調查的 他的支持度是非常低的 那 那 就是 約翰遜在英國時間週五的時候 他在英國時間週五 他就說 他自己是 獵巫的受害者 就是 為什麼要獵巫呢 就是因為 他 就是 搞脫勾 2019年搞脫勾 2016年 不是2019年 我說錯了 2016年搞脫勾 現在是報仇的 其實那些人是 那些人是 獵巫 是 專門是搞他 因為他是搞脫勾的 那麼 約翰遜他也有 趙這個 新偉成政府的 那 那 現在新偉成政府 和 就是 施紀賢 就是那個距離 是 拉圓了 施紀賢 現在 就是他們在野工黨 呢 他們的支持度是高了的 高了很多 可以說是 那 那 就是 現在 保守黨 應該也是 可以收到的 那 但是 這個 約翰遜當然 就是 有 英國 其實一直都是 他 其實 他是有他的性格的 他 這個保守黨人 為什麼有一幫死忠呢 就是 他給人的感覺 他是一個 很開心 很樂觀的人 就算好像 我舉個例子 好像倫敦那樣 倫敦這些城市 其實 很liberal 是很左翼的 都能夠容忍他做市長的 其實是 還有 這個人有一件事很厲害 他 最厲害的就是 打左燈轉右 或者打右燈轉左 他是 非常厲害的 這件事是 就是 他講一套做一套 他 舉個例子 他可以 就是 上一些電視台的節目 那裡 講一些事情 但是 他實際做市長的時候 是做另外一件事 完全相反的 他是沒有所謂的 就是 他是一個 面皮極厚的人 來的 那 當然還有一件事 就是 有部份的人 當然是看他 上電視台 就好像他是小丑 那樣 也 覺得他是一個 偽知識分子 因為他 很喜歡 援引一些 經典的 尤其是 拉丁文的 經典 很多時候 是拿出來說的 約翰遜 有些 傳統保守黨 也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 那些學校 又會教 拉丁文 那些 就覺得 這件事 對 和我在那些學校 出來的 其實你一般人 老實說 你一般人 就不會去 學拉丁文 普通人 很少 通常 就是 社會地位 高一點的人 才會去做 而已 新偉城 也是社會地位 高一點的人 不過 新偉城 當然 不會像 約翰遜一樣 拋書包 好 也感謝 阿玉和阿英的支持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還有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 約翰遜辭職 英國正在搞大清算 其實就是 為什麼在搞大清算 就是新官的問題 現在 就算在保守黨 也有很多人 就說 因為英國搞封城 所以搞到經濟 就傷得很厲害 這些說法 很多時候 在英國右翼的報紙 是這麼說的 英國右翼的報紙 是不斷強調的 英國右翼的報紙 就是說 其實英國 就不應該搞封城的 就是之前搞封城的那些 就是重傷 就是倫敦的 或者重傷其他城市 做生意的人 那 不只是英國有這件事情 我告訴大家 我們這裡 現在也是這樣 現在 我們這裡 有很多生意 頂不住 這些生意頂不住 就 清盤 每一次清盤 都有媒體做新聞 就說是 封城造成的 其實 我就很坦白跟大家說 因為 如果說是封城會 整到 那些店舖去撿 這個說法 部分是對的 但是呢 很多時候 店舖去撿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加價加得太快 就是 我留意到這裡有一件事情 就是那些食肆 有一部分 加價真的加得太快 他加到很快的時候 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他就沒有人去 有很多人就改變了 他那個消費的習慣 索性 又不出去吃東西 結果整體的需求 就減少了 當你整體的需求 減少了的時候 那 這個是現實問題來的 整體的需求減少了 有些生意 就 沒辦法繼續營運 就會倒閉了 其實就是 在倫敦也是這樣的情況 有些店舖根本 他加價加得太快 那麼 加得快的人 他最初是有點甜頭的 最初是有點生意的 但是你加了之後 你要他們減少 其實就不行 現實就是 很複雜的 當然 就不可以說 封城令到經濟 很大的問題 其實 疫情改變了很多人的消費習慣 而且疫情本身 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很大的災難 賺錢是很困難的 他們那些賺錢很困難的情況 那麼 那個消費習慣當然會改變 香港是不是說得對的 封城影響一時 不封城死亡率 就是永久死亡 但是 你要封得很死 才可以真正降低死亡率 這個新冠最麻煩的地方就是這樣 英國的政策 就是 是左一巴右一巴 結果是 他又封得不夠緊 即是他的死亡率 又沒有 可以壓低下來 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不過 英國 嚴格來說 你說 新冠 他反應的 反應得很不好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他也有封城的 他也有叫人在家工作 但是他的政策 就很自相矛盾 之後他選擇了做什麼呢 就是 英國 阿斯利康 他推出這個疫苗 這個是 約翰遜的豪島 來的 因為 最初 約翰遜的行動 是很慢的 其實 就是 去應對這個新冠 有些地方 是很快的 其實澳紐的地方 因為澳紐 是 賭國來的 而且 離開其他地方 是很遠的 立刻 封了一個國家 你說 英國 他有沒有條件這樣封 其實英國如果要封 他是可以封 因為他也是賭國 不過 他真的沒有這樣封 那麼 約翰遜 當然 任內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幫人 就覺得 他是 做了好事 就是支持烏克蘭 有部分的烏克蘭人 覺得這個約翰遜 是 他們的朋友 在幾乎有些街 就 改了做約翰遜的名字 不是只有一個街 是有幾條街 都改了他的名字 那麼 當然 約翰遜 有些人會記得他 為什麼會記得他呢 我覺得歷史也會記得他 為什麼呢 他就是 沒有人肯處理 這個 脫歐的問題 他是真正去處理那個脫歐問題的人 而且他是真正在他任內 就是解決了很多脫歐出來的問題 是他處理的 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他本來選舉 都不一定會贏得到 那次應該看起來 他都死死下 他就贏了 還有就是烏克蘭那裡 英國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會支持 扔這麼多錢給烏克蘭的 他就 當然 強而有力的領導 就說 我們一定要支持烏克蘭 就算連普京說可能會炸英國 他也不理會 這個約翰遜 他又不能再重症 這個約翰遜 短期內 我認為他不會重症 約翰遜 他政治生涯 應該是暫時告一段落 讓一些人 忘記了新官的派對門的時候 新官的影響 大家感受不到的時候 他就可能會出來 那 如果因為你開一個派對 搞到自己不能做 其實也是愚蠢的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先休息一會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